出動無人機在高雄海面巡查 海巡實在不敢大意 因為才短短兩個星期 台灣西班部沿海地帶 從北到南陸續出現多具浮屍 短時間內數量太多 頻率也不同以往 過去十年的均數 在三月份 應該在十的上下左右 今年三月份確實有高於均數 根據刑事局國籍科表示 其中部分不幸命葬大海者 疑似集體從越南偷渡來臺 在二月十八號 從中國泉州搭漁船出海 十九號凌晨 想從張濱工業區外海轉搭扇板 卻遇到大浪兒翻覆落海 檢警持續調查釐清 究竟是意外落海 或是涉及仁蛇集團丟包害命 實質上偷渡丟包 在臺灣並不是第一次發生 恆春籍漁船 金鎮滿一號 曾經兩度搭載越南偷渡者來臺 其中一次涉嫌將三十六人丟包 恆春外海 上演墾丁大逃亡 涉案的陳姓船長 卻只被判刑六個月 還可以一顆罰金 半年後就馬上再犯 載了二十五名越南偷渡者 要從西部沿岸搶灘上岸 被海巡攔截 二十年前的這樁慘案 更是震驚社會 二零零三年八月 苗栗通宵火力發電廠外海 再有二十六名中國偷渡女子的人 蛇集團發現海巡船隻 直接將快艇上的女子推下海後 揚長而去 造成六人不幸混亂台灣海峽 十多年前大多是中國人要偷渡來臺 近幾年則以越南人為主 關鍵在於中越兩國 有陸地接壤的地緣關係 聚傳人蛇服務一條龍 偷渡者先以三千到八千美元為代價 經蛇頭引介後以觀光名義 尋陸陸抵達中國沿海漁港 再伺機上船 到海峽中線以台灣籍漁船接駁 再摸黑直接開到沿岸 靠搶灘 靠港 甚至自行游泳等方式上岸 不過過往就曾經多次發生 率先搶灘的偷渡者 不幸溺斃的事件 另外還有人付不起人蛇費 就集資在中國沿岸 買破舊的垃圾船 只是台灣海峽風浪洶湧 素有黑水溝之稱 一不小心就可能翻船 移民署專情隊員透露 在運接駁偷渡者 中國和台灣漁船 都冒著取締風險 到了公海 如果遇到漫天喊假 付不出錢 或是台船不接駁 中國漁船也沒義務 載客回程 更何況 反港還可能被取締 對黑心的人蛇來說 丟包海上省事許多 這些偷渡名單 他們都曾經來過台灣 擔任過移工等等的身份 所以我們不排除他 這次偷渡地人 是要再回台灣來工作 根據紀錄 過往查獲的越南籍偷渡者 幾乎都曾經在台灣非法打工 遭到逮捕後被遣返 為了載員掏金夢 鋌而走險 即便來台要付出高額人車 費與風險 仍有不少人費盡心力 就是要尋管到來台 因為台灣治安好 加上尊重人權 執法單位取締 移工困難 再加上台灣嚴重缺工 少了法令拘束 每月十拿兩萬多元 高風險行業 甚至五萬元以上 台灣錢好賺 又有龐大越南群體在台 有人照應 工地高山茶園 甚至山老鼠 都可以看到 越南偷渡移工的身影 偷渡過程驚險 能否平安抵台 全看舌頭良心 以及上天是否保佑 風浪平穩 上岸那一刻 才是減回一命 而人蛇利潤高 就算被抓到 刑度也不重 究竟該怎麼做 才能讓悲劇不再發生 考驗執政當局智慧 華盛新聞綜合報導